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亚洲新闻 我是主播王荣升 如果你想获得更多关于亚洲的时事新闻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马上带您来关注今天的亚洲新闻 香港人移民台湾去年创纪录 根据法新社报道 尽管台湾是一直吸引着逃离城市的狂热节奏 和高昂租金的香港居民理想移民地 然而在2019年发生了大规模民主抗议活动之后 北京又于2020年颁布了严厉的《香港国家安全法》 此后港人移民台湾的速度加快 根据台湾移民局的数据 2021年在台湾获得居留证的香港人达到近13000人 那根据数据 其中约有11,173人获得短期居留许可 1685人获得永久居留 那报道就称这比2020年要多 当时的数字已经翻倍 达到10813个短期居留许可的签证 2014年在雨伞运动期间 台湾发出了7506份此类签证 台湾没有庇护法 台湾也不接受难民申请 因为台湾担心可能会引来逃离 中国大陆独裁政权的难民涌入 然而香港人则可以通过其他渠道 申请到那里居住 包括投资签证 蔡英文总统的政府公开表态 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 并在2020年启动了一个办公室机制 主要处理想要离开香港的港人的申请 那法新社就说 近年来一些知名的持不同政见者 包括书商林荣基和艺术家黄凯锡 都在台湾找到了避难住所 而台湾一直处于中国可能入侵的威胁之下 台湾保留了以国家安全为由 拒绝某些移民申请的权利 例如他拒绝了娱乐业大亨 向华强的居住权 他的家族被指与中国当局有关联 换个焦点 破冬奥记录 北京冬奥会获45家企业赞助 那北京冬奥主委 近日发布报告就显示 北京冬奥会已签约45家赞助企业 既包括中国银行 中国石油等大型央企 也有首钢集团 燕金啤酒 安踏 科大逊飞等国企和民企 以及普华永道等 有海外投资背景的企业 那对照国际奥委会 历届冬奥会赞助收入数据 北京冬奥市场开发 可实现的支柱收入 已超过以往历届冬奥同类数据 那北京冬奥主委 近日发布报告就指 在保持银行业务 航空客运服务 如制品 体育服装 通信服务等 25个传统赞助类别的基础上 新设立了城市更新服务 自动语音转换与翻译 创意光影秀服务 发电 生物可降解餐具等 11个奥运赞助新类别 那为更多企业赞助冬奥 开展冬奥营销提供了机会 那北京冬奥主委 还引入了联合排他市场开发策略 接后促成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 同时签约成为官方油气合作伙伴 青岛啤酒和燕金啤酒 同时签约成为官方啤酒赞助商 那既扩大了企业参与奥运的机会 也增加了冬奥会的赞助收入 那报道就指 赞助企业的赞助模式 也由单纯广告 转向企业内部资源纵向整合 着力精准营销 那如中国银行 作为北京冬奥会官方合作伙伴 为北京 河北 黑龙江 吉林 新疆 等十余个省区市的冰雪项目 提供原性支持 那其中包括了国家速滑馆 首钢滑雪大跳台 那岩崇高速等冬奥重点项目 那截至去年9月 核定受信总量613亿元 累计投放298亿元 贺锦丽 赖清德首次同框 谈及中美洲和移民问题 那正在台湾邦交国宏都拉斯 访问的台湾副总统赖清德 在红国新总统就职典礼上 与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同框寒暄 那根据台湾联合新闻网的报道 哈里斯穿着深蓝色套装 来到就职典礼现场 并走到了赖清德右边的位置 赖清德随后主动与他攀谈 两人聊了20到30秒 那哈里斯之后换位置 坐到赖清德左边 两人之间有哥斯大理家总统奎沙达 及西班牙国王菲利普 一直到活动结束为止 赖清德就说他与赖清德 谈到双方在中美洲的共同利益 路透社也报道赖清德表示 他与赖清德也谈及 美国政府解决移民问题的 根本原因战略 此外赖清德在跟卡斯楚会面后 告诉记者他们没有讨论到中国 那报道就引述消息人士称 赖清德与赖清德简单寒暄 说了感谢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台湾政方幕僚者强调 赖清德与赖清德今天仅是 简单自然的互动 那美国官员早前就告诉路透社 两人不会举行正式会面 美国之音则引述白宫赖清德 白宫赖清德报道 哈里斯没有计划在访问 洪都拉斯期间与赖清德会面 美国说俄罗斯若入侵乌克兰 北西二项目将不会启动 那美国就警告 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连接俄罗斯与德国的天然气管道 北西二将不会启动 那北西二天然气管道项目 旨在绕过乌克兰 把俄罗斯天然气直接运输到 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 整条出广道全长约1200公里 那法新社就报道 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 副国务卿纽兰 周四就说 柏林已发出非常强烈的信号 他说我们的立场一致 外交途径是我们的首选 但是如果莫斯科拒绝的话 我们也会站在同一阵线迅速还击 让其付出巨大代价 那国务院发言人 普赖斯接受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访问时也表示 无论俄罗斯以任何方式入侵乌克兰 北西二都不会启动 那普赖斯就表示 美国将和德国合作 确保北西二无法启动 他拒绝提供具体细节 另外根据英国广播公司BBC 德国外交部长贝伯克 向国会表示 西方盟友正合力拟定的 一份强大的制裁配套 将涵盖北西二项目 那欧盟委员会主席 冯德莱恩周四晚间 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访问时也说 所有选项都在桌上 8月加快推动 与沙特劳务合作 判两个月内见成果 那泰国总理府发言人 塔纳公就透露 8月总理出访 沙特阿拉伯期间 双方达成了多个成果 如同意恢复两国正常外交关系 建立促进双边合作的磋商机制 讨论在关键战略领域的 双边合作等等 8月总理下令 劳工部加快 招聘潜在的泰国劳工 到沙特阿拉伯工作 那塔纳公就表示 8月总理的此行访问中 泰国劳工部长 苏查与沙特阿拉伯人力资源 和社会发展部长 苏莱曼进行了双边会谈 双方同意推动劳务合作 尤其是在服务行业领域 包括酒店行业 医疗保健行业 以及大型项目的建筑行业 那沙特阿拉伯技能发展部 劳动部和沙特阿拉伯 利亚德的劳工局 将是沙特方的主要协调人 负责跟进双方协商 协调泰国劳工铺沙特工作 目前在沙特阿拉伯工作的 泰国劳工有1345人 主要是从事的工作职位如 汉工、技术员、维修工 机器操作员、保姆等等 与沙特阿拉伯的劳务合作问题 是两国恢复正常外交关系后的挑战 但相信这将为提升 泰国劳动力技能发展方面带来益处 那总理就强调 必须立即招聘泰国工人 并且必须在两个月内看到具体结果 会具有潜在能力的泰国劳工提供机会 那此次与沙特阿拉伯的会晤取得成功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但这一切并不是因为运气 而是政府过去六年来的努力 包括相信今后还会有其他领域的持续合作 换个焦点 福岛6甲状腺癌症患者向东电索偿6亿 那日本6名甲状腺癌症患者 周四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诉讼 那只受到福岛和泄事故影响而患上了甲状腺癌 要求东京电力公司赔偿供6亿1600万日元损失 六名原告年龄为17到27岁 2011年东电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泄事故时 他们均居住在福岛县 福岛县在事发后 对当时18岁以下约38万名福岛青少年进行健康调查 六名原告被诊断患上甲状腺癌 原告律师团日前在东京召开记者会 律师团团长警户千一就强调 原告们在孩童时代就患上癌症 升学就职结婚都受到影响 东电应该承认是核泄事故造成 尽快相助 那儿童甲状腺癌发病率为每年100万人中 有1至2人 但福岛县的调查结果就显示 核泄事故后38万名18岁以下献民中 266人被诊断出甲状腺癌或疑是甲状腺癌 那受到2011年3月10日发生的大地震及海啸 福岛第一核电站1至4号机组 发生了严重核泄事故 那迄今已有至少上万名原告 发起30宗诉讼向东电所藏 再来我们关注新加坡与F1赛车 再续约7年 今年复办赛事 那新加坡旅游局 新加坡大奖赛有限公司和世界一级方城市赛车F1管理方 星期四下午5时联合宣布 新加坡与世界一级方城市赛车去约7年至2028年 那F1就新加坡大奖赛将从今年开始复办 赛期是9月30日至10月2日 受疫情影响 新加坡大奖赛在2020年和2021年连续两年没有举办 那F1新加坡大奖赛至2008年开始举办 最初的两份合约都是1500年 2017年则是续约了4年 此次续约7年是新加坡至今为止签下的最长F1主办合约 新加坡交通部长一华人就说 尽管新加坡仍然在处理着疫情所带来的挑战 但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关注在复苏和长期发展上 在评估了续约所能带给新加坡的长期利益后 他们决定与F1续约7年 那关病疫情仍未结束 文告中就称主办各方将与相关政府部门和企业紧密合作 制定并采用完善的运作流程 保障所有参赛者、雇员、车迷以及公众的安全 F1在2020年受疫情影响严重 但在上赛季大体恢复常态 那比赛继续吸引大量现场观众和电视观众观看 红牛车手费斯塔鹏 与马赛地车手哈密尔顿的激烈争夺 也让全球车迷大呼过瘾 那2022年F1赛季将于3月18日至20日在巴林开赛 今年F1规则出现重大更新 各支车队都重新设计了赛车 这会让今年的比赛更加充满不确定性 新闻最后我们来关注 泰国1月31日起为5至11岁儿童接种辉瑞疫苗 泰国技工厅厅长欧帕就表示 用于给5至11岁儿童接种的30万剂橙色钙辉瑞疫苗 已于昨日运抵泰国 这批疫苗接下来将被送至医学科技厅以检查质量 然后被分配至全泰各地 并将于1月31日开始在施力及王太后儿童健康机构接种 那欧帕还称患有七大慢性病的风险儿童群体将在医院接种 大约有90万人 已入学群体在学校接种 少为入学或居家学习群体则于医院接种 那据悉5至11岁儿童需接种两次肌肉注射 两剂疫苗间隔3至12周 至于12至18岁年龄段的孩子则继续接种 止盖辉瑞疫苗和成人所接种的疫苗为同类配方 那根据泰国内阁此前批准的疫苗构配预算 卫生部门此次购配了1000万剂儿童接种用 橙色钙辉瑞疫苗 除昨日上午运抵的首批30万剂外 还将有疫苗陆续运抵泰国 预计第一季度1至3月可收到350万剂疫苗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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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周一同城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